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是听习近平的 林郑今天记者会正式明确讲说 不是我不回应武达诉求 而是我完全拒绝 我以为非常到位 完全拒绝武达诉求 绝不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绝不成立 支持他 而且他绝不辞职 这是他非常明确的 我往今儿是二十几号 二十七号 那就对了 这对了 对了什么意思 完全毒死中国共产党的生物 一个星期之前 我在节目中已经跟大家介绍过 我说 当他真的接受撤回的时候 他说是 宋忠已死 我不是讲英文 我是说中文的意思 他说宋忠已死 二十三号吧 我说那就行了 对不起 十九号 八月十九号 宋忠已死 这句话就对头了 已死是个时间的词 那撤回不存在 他封死了撤回的路 回过头来我们看 在七月一号发生事情之后 七月二号凌晨四点钟 他召开记者会 如果他当时声明撤回的话 他转话说 我撤回宋忠 就没有今天的香港的局面 他的撤回将彻底打散香港人 如此坚定 如此一体 如此绝不切割的 这么一份 整体香港人的整体力量 所以他不撤回 那就对了 辞职不辞职 下掰了 没用了 已经没用了 他绝不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这是他的私信 因为作恶太多 所以核心在撤回着 七一之后 矛盾我们知道 转向了习近平头上 而他是三条七上来的 是反向了三条七上来 川普 中共之间的冲突 最开始的冲突是跟他 对吧 最开始的冲突 习近平跟川普 习近平跟川普 现在达到了一种全新的阶段 那川普的身上 从我们在讲七的定数的时候 不是在他身上 不是在香港说的 是在川普身上说的 所以川普身上 真正表现出七的定数 九活七死 而在林郑月娥身上 表面上是同样是含 完全含有七的定数 同时加上了水 昨天我们说了 香港 拆香港字 横竖都是水 就是天地人全是水 从今天的时辰 时辰是天来 从今年的年 叫几亥年 是不是 可能是 这个本身就是水 那到了地 香港两个字 香港的本地 全是水 那到了人 今天的主流 主流是学生 是孩子 关键他们穿的是黑 黑在五行中 就是水 所以天地人 立着都是水 蛇和中共是火 所以在其 他就是说 在五行的角度来讲 在一经的角度来讲 在几个层面 他都将死 而点燃 点燃这批火 是他 他正好比他大七岁 他正好比他大七岁 所以 而香港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土之上 出现的人性的觉醒 你叫民主的自由 自由的追寻 人性的觉醒 与神同行 天灭中共 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土之上 这是在国际法的限定当中 我们看到的 而美国 当引告的 韦特斯的说 当他说出 当他被喊出 总书记万岁之后 第二天 他就 其实同一天 他就说出 我是被来选择 对付中共 而这个词 是信仰中的词 美国 是与神同行的国家 香港 是与神同行的 在这个国土上的 炎黄子孙 你现在不好说 你不能 一说中国 是中国人 香港朋友 不爱听 你是炎黄子孙 对不对 炎黄子孙 这话是对的 那越南 他当初 也是唐朝的时候 那就是这么样 咱们就说 我读书不多 王博就死在越南 王博应该是 写完 同王格旭 没多久 就死在越南 死的时候 才27岁 他叫化鬼 是尸鬼 他 那越南那时候 他 他就是 叫胶子 他就是 中华民族的 所以没什么可讲的 你要现在一说中国人 他说香港人是中国人 香港人不喜欢听 把共产党 把中国这个词给糟糊了 所以这是 咸后对应的 一个里 一个外 挤杀 挤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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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 而另外一个 同样是水的 这同样是水的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归宿 对吧 所以 如果从 一里一外的这种挤压呢 崩溃的 应该最终崩溃的是他里面 这些都是外部的条件 如何如图的展现 最终 可能是真实出现打水的概念 是一种应对着天灭中共的天水 毁掉中国 毁掉中共的核心 毁掉中共的代表 毁掉中共的核心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而习近平可能就最终归向 因为应该 应该没有什么生路了 他会归向了 纯正的中共的本身 我已经来不及算什么定数了 我已经来不及算什么定数了 今天是27号 8月27号 昨天是8月26号 算不出什么 中共否认 致电谈判 那川普直接回枪说 是刘鹤说的 我昨天节目在上传 夜里上传完那新的三期节目之后呢 我后来看见这消息 太辛苦了 我就来 做不了了 我现在做节目 可能现在朋友觉得节目早 因为照顾很多国内的朋友 有一个时差的问题 而时间变化 新闻消息变化太快了 所以我尽量抢在我的早晨时间 跟大家分享两三期节目 因为今日点击呢 是上电视的 所以他要剪辑 我一大早就去拍 一大早 现在天逐渐开始黑 一大早去拍今日点击 拍完之后回来跟大家拍这个 有朋友说 涛哥辛苦 我说谈不上辛苦 如果人有使命的话 可能我就是干这来的 我就要说我干不了别的了 还是那句话 就等这一天了 2007年到2019年 12年 12年 2007年的6月4号开始播的 今日点击 12年之后的2019年 6月4号 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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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东 30年 和西 抗争中共在香港的中心的核心人 核心青年 全都30岁以下 他们去应对习近平 是一个朋友 能够从中体会到真实就是善良 而善良是慈悲在人中的表现 而慈悲的本身是与神佛同行 与神同行 在与神同行的人们会看到天灭中共的那一刻 那是万劫不复再劫难逃的2019今天中共的命运 香港人说出了三句话 我可以跟大家很顺理成章的解释出 非常严谨的解释出今天我们面对的一切 昨天有朋友说 哎呀 陶哥这事完了 陶哥没事就喝着茶聊别的吧 我也等着那一天 我刚才说的那个场面 用了那张图说那个场面 川普在外 整比习近平大七岁 一天都不长 林郑月娥整整拿了三条七 在香港完全是反的 迎合着香港黑白颠倒 一切相反的 他代表了魔鬼代言人的形象 而他又是完全是要听从习近平的 从而一里一外 香港跟美国一里一外 挤压习近平 挤压习近平代表了中共 你看起来都是水 美国呢 我想不出怎么是水 但是呢 美国的立国之本 来自五月花号 五月花号是从英国 一百多人 五十几个家庭 划船过去的 今天的美国的基础 就是当初五月花号 那几十个家庭 在上岸的时候 所定下的世盟盟约 在他的世盟盟约中 三次提到创始 所以 美国的立国之本 就是水来的 从英格兰来到了美国 另外一个地方 波士顿 是港口来的 所以今天是 从里到外 要把中共的恶魔之火扑灭 这是一种天灭中共 所以我才说 在中国 很可能遭遇天水 而不是香港 也不是美国 遭遇天水 让人们看到 中共被毁灭的 而被毁灭的本身 应该是他的 外表上看 你会看到是经济的层面 现在看起来是经济层面 但是呢 你会看到它内部的瓦解 那我这里想说的是 这篇文章 它登出来讲 中共开始分裂 刘鹤可能被出卖 刘鹤可能被习近平出卖 刘鹤也可能跟王沪宁 出现正面冲突 26号 川普周末两次打电话 要求恢复谈判 胡锡进否认 那川普随地表明 就是刘鹤来电话 而财长也承认 是刘鹤来电话 那然后谈到是敌人 但我们只跟大家分享 有关刘鹤来电话的 这部分消息 这部分消息 这是因为 阿波罗总是把很多文章 凑在一起 他文章比较长 法国事件 川普跟埃及总统赛西 举行会晤 会晤之前 他们共同见了记者 七国峰会的本身上 只是七个发达国家 但是同时间去了 很多其他国家 这里说的埃及总统去了 其实印度总理也去了 中国昨晚跟我们的贸易代表 通了电话 说让我们回到谈判桌 所以我们会回到谈判桌 我想他们想做一些事情 他们被狠狠地打击了 他们知道这么做是对的 我对此表示尊重 就世界而言 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库德洛已经明确讲 我昨天那个节目中说 库德洛讲说 本周将会举行谈判 听起来 听起来可能是在美国 原因就是 9月1号 3000亿进口产品 它毫不含糊 将加征15%的关税 所以这是前后的故事 中共外交部 耿爽和胡锡进 否认两次通电话 耿爽26号 我就不知道他26号是怎么回应的 他有个时差问题 美方提到周末通话 我没有听说过 环球时报胡锡进 在推特上说 据我了解 中美之间的高级谈判代表 近期并没有通话 那这里就出事了 对吧 出事在哪 出事在刘鹤身上 随后外国媒体在法国 再次问川普 双方是否通话 川普先回答 他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副总理的级别很低吗 我不这么看 通话的高级别官员一层 他表示通话的高级别官员一层 这发言的有问题 川普转向财长说 是中共谁来点 那财长讲 副总理有何 那这就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问题在哪 外交部耿爽可能不知道 对不对 外交部耿爽可能不知道 而胡锡进本身 也可能不知道 他们的表达都是没听说 但问题出在于 刘鹤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刘鹤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我们昨天节目中跟大家讲过了 是刘鹤 明确讲是刘鹤 胡锡进 他是有条件看到所有的节目 所有的内容 他理所应当知道是刘鹤 外电报道是刘鹤 如果他知道是刘鹤 他有什么胆子敢说 高级官员没有通电话 那后面比刘鹤大了 就是王沪宁 是他胡锡进的大老板 我相信 胡锡进跟王沪宁之间 会有直接通 可以直接有所沟通 有所联系 外交部耿爽 他是代表外交部来回答的 那他表示不知道 不是问题 他表示不知道 可以说 我不知道最后 他整个内容答的是什么 他表示不知道 他可以讲这件事情 还没有到他那 因为前后的速度太快 前后速度太快 而川普的答话的本身 川普是非常开放开明的 所以问题 如果从技术层面 问题不在 外交部耿爽说 据他说 应该他不知道此事 我没听说过 这句话是正常的 但胡锡进这句话 是不正常的 所以胡锡进 跟王沪宁直接沟通 他的不正常的概念 是被授权的 在胡锡进的眼睛里 他看不起刘鹤 这是我想说的 另外 贸易战刘鹤 跟人民日报不同掉了 这是27号今天的 那这个消息是滞后的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不应该说 国内应该讲 有一定的层面 知道是否刘鹤说话了 这是 我想说 这是应该很清楚的 但是呢 在27号 人民日报 在继续强硬自带 必要时不得不打 那跟刘鹤说的 完全不同 刘鹤说 贸易战绝不能升级 而升级的起因 起因在23号 星期五 750亿 中国 美国进口中国的产品 加征5%到10%的关税 那川普急了 反打过来 前后的原因是这个 所以 刘鹤的说法 是通常的说法 而 而这个 人民日报的评论 在27号的评论 很显然 是王沪宁的意思 所以 刘鹤是跟王沪宁出现了 剧烈冲突 而毫不掩盖呢 还是 习近平抛弃了刘鹤 这都有可能 抛弃了刘鹤 只跟 这个 王沪宁 拴对 完全跟中共 完全跟这个 共产党绑在一起 就是 完全是强硬的对死 他不对死死不了 强硬对死 那这个 这个系数 可能都在其中 就是说 习近平表面 不会对刘鹤如何 但是呢 就像对待 王岐山的概念一样 刘鹤今天的 今天的处境 可能就是一年前的 王岐山 被习近平抛弃 但习近平不明说 却是由王沪宁打他 王沪宁打刘鹤 可以表明 王沪宁 可以把 已经完全的把 习近平赚在手里 这些都是一种 中共完结的过程 我刚才解释过了 香港有水 美国有水 香港的林郑月娥 见鬼的三条七 那习 川普比习近平 打七岁 整整打七岁 完全卡死在 习近平本身 代表了共产党本身 但是 他的死的本身 中共死的本身 一定死在他脑袋上 我个人已经看见水了 我个人已经 知道他在哪死了 水 他死在水上 刘鹤昨天讲 愿意冷静态度 跟美方解决问题 但人民日报保持强势 关税大战 叫终生 署名叫终生的 那署名叫终生的话呢 那是相当强硬 应该是相当强硬的 一种表态 人民日报刊明 不同的名字 有不同的说法 那终生应该是 相当强硬的 一种告诫 一种智力有声 对吧 一种 怎么说的 过年在庙里才敲钟 就说这意思 他的含义呢 比较 不是表面化 是一种 有一种生命的含义 美国一些人 竟然天津的说 中方不会对美 上调关税 做出反应 说明他们误判了局势 财长 昨天的节目中 我已经跟讲过 财长说 库德勒说的 对不起 不是财长 库德勒说 川普已经考虑到 他报复的措施 反制措施 川普考虑一切选项 包括 1977年的 国际紧急状态法 误判坚决反制的能力 重申 贸易战没有赢家 我们不愿打 我们不怕打 必要时不得不打 任何误判 坚决毅力 必将付出 在中国人民的 坚强意志面前 付出代价 而不是中国的实力面前 坚不可摧的实力 而是意志 他死了 他叫钢铁是怎么练成的 放在了这个冶金板里面 在图书 就在书店里面 钢铁是怎么练成的 放在了冶金类的 专业科目里面 不开玩笑 这是当时说像 就这么说 这个概念是一样 这基本就死了 这基本就是 他因为物质的东西 已经被摧毁了 26号重庆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明确讲 冷静的态度 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 与美国不利于中国 不利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刘鹤 推动智能产业 坚决反对技术封锁 保护主义 欢迎世界各国 包括美国在内投资 所以刘鹤是一种正常 相对而言是一种正常 原来说了 习近平身边就胜之鹤 连鸡毛都不存在了 习近平身边就胜一只鹤 连根鸡毛都没了 现在这只鹤毛也没了 凸尾巴鹤了 罕见的柔性表达 但人民日报完全跟它是对立的 川普26号说过 25号晚间致电 8月25号晚上致电 两次通话 希望回到谈判桌 这是刘鹤的说法 而发言人依然强硬说 中方根本不吃威胁恐吓那一套 对于美方提到的周末通话 我不掌握也没听说过 所以这个话就是另外一故事 那如果是这个恐吓这一套 根本不吃这一套的话 那跟胡锡进的概念是一样 我们只能从不同的报道中 因为我并没有看所谓的 对不起 所谓的这个外交部的整个发言 那胡锡进讲 中美两高层台湾近日 没有举行电话会议 双方一直保持着技术层面的接触 不像美国总统川普所说的那么重要 中国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 中国不会屈服美国的压力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 王沪宁明确公开攻击刘鹤 打击刘鹤 在美国人面前 这就逼到习近平必须做出选择 按照习近平做事的特点 按照这个王沪宁自己做事的特点 他审非常的谨慎 说明习近平在有关贸易问题上 就是中共的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上 很可能大发雷霆 很可能大发雷霆 在大发雷霆的背景之下 王沪宁跟刘鹤之间的冲突 根本性冲突出现裂变 就变成了 因为在刘鹤柔软性讲话之前 是商业部长中山 插进了谈判的主谈判桌 美方也接受这个现实 而中山是强硬派 所以当刘鹤突然再说话的时候 说明在整个这一番的对垒过程中 刘鹤认为中山的出现 是对谈判本身的否定 是极其不 怎么说 是有问题的 那刘鹤如果没有跟习近平通过电话 没有跟习近平有过通融的话 按常理说 刘鹤不敢这么讲 绝不能使贸易战升级 那750亿的定性 它来自于何处 所以习近平是核心 但习近平无能 无能于在于他没有 他没有自己自身没有判断力 他既要仰仗刘鹤 又认为王沪宁很聪明 可是偏偏王沪宁的特点就是 人之初性本恶 斩掉刘鹤 王沪宁将毒霸 全国 因为斩掉刘鹤 那习近平就没有任何可以帮衬 刘鹤身边的帮衬 王岐山 栗战书 刘鹤 王岐山 他们俩睡过一个床 没别的意思 栗战书 83年到85年 一个在河北 一个是郑定县 一个是乌基县 所以 而 而这个 而这个 王岐山跟栗战书 王岐山打他六岁 栗战书打他三岁 两个哥哥照顾一个兄弟 就这个场面 刘鹤 他们是同班同学 同寝室 这是习近平的特征 那 栗战书是看家的 不是干活的 他是管家 因为他对习近平忠心耿耿 但他没主意 对吧 叫什么 一尊来的就是王 就是那谁干的 他会给他 他只要一说话 会给习近平 害事的 所以 你记得在去年 这个 两会的时候 他们不也有选票吗 栗战书曾经问习近平 这选票怎么填 习近平不屑一顾的 习近平不屑一顾的 去看待整个 就是看待这个栗战书的问题 栗战书的说法 但对王岐山的态度 显然不同 所以先 王岐山 所有的事情是王岐山做的 习近平只不过表了一个态度 那具体的是 整个的运作都是王岐山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场面 那今天您可以看到 在这么长时间里 军方没有任何故事出现 所以在习近平眼睛里 认为军队是非常牢靠的 起码表现出是这样 所以那中共上层的崩盘 就是王沪宁跟刘鹤之间的这种冲突 已经公开化 公开的背景是川普 就要由习近平选择 所以习近平很可能做两头鬼 当着刘鹤骂王沪宁 当着王沪宁骂刘鹤 非常有可能 而一旦刘鹤发难 宣布了 说不能够 这个顶下去 对吧 要谈 不能这么顶下去 那王沪宁就不干了 同样发难 因为时间点顶在这里 另外一个故事 是 习近平开了这个全国的什么财经委员会的会议 刘鹤不在其上 26号下午 都是26 26号下午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习近平主持 财经领导头子都出席 唯独没有办公室主任刘鹤 所以在中美贸易问题上 应该他们发生了冲突 新华社 在场的有李克强 王沪宁 韩正 他们都是政治局常委 独缺刘鹤 这里明显写错 他是政治局委员 他不是常委 他是主谈者 他不应该缺席 中裁办是他经济政策的最核心的内容 而这里面的人 刘 李克强没用 王沪宁跟韩正 完全是江家的人 所以习近平当导向中共 就要养 要听了王沪宁的主意 借助中共的力量 共产党的力量 斩杀一切实现自己梦想的话 他自然要留下王沪宁 要留下韩正 他也自然不会动 江泽民 曾经 刘鹤25号在重庆上说了这番话 同意重谈 重新谈判 紧接着又缺席这样的会议 应该讲是有问题了 应该讲是有问题 刘鹤在波浪会上说愿意以冷静的态度 这是没错 所以在我眼睛里可以看到 应该是前后出刘鹤出事 刘鹤出事呢 要不然习近平抛弃他 要不然就是王沪宁公开攻击 公开攻击他 然后呢 让习近平抓鬼 选谁 也就是王沪宁谈判 要不然就是习近平谈判 但刘鹤很显然是矛盾的中心 那如果26号不让他参加这个会议 除非刘鹤心里憋了气了 有什么事了 这都没问题 或者他住院了 生病了 因为27号人民日报还在发表强硬的对话 强硬的说法 问题出在人民日报强硬的说法 跟刘鹤完全是冲突 所以在我眼睛里 这是中共内部的产生作用了 就是说 香港的外力跟美国的 跟川普的外力 在这个过程中 已经把中南海挤绷了 他们要要做出决定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